去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 各国忙于防疫抗疫 很多大事件都被世人忽略 尼日利亚的儿童被恐怖组织 剥夺受教育的权利 该国还不断有宗教冲突流血的事件 令人担忧 加国纵横星期五冬二时间晚7点55分 西岸时间黄昏4点55分 城市电视播出 幸福商风速之加国纵横 是由幸福商风速赞助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